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资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空大法福 处处贴心 法律辅助理性相挺 是的 今天的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件 全国都在沸沸扬扬 大家都想要保命 到底要保核 还是要保命 如果你要保命 就要反核 可是核灾跟命 真的有直接的相关吗 好我们今天从法律的观点 带大家来解析这件事情 好 核灾大解密 讲得好像很严肃 好来 现在呢 邀请到的是 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的 辅助律师 蔡雅瑩 蔡律师 雅瑩你好 天宇好 是 雅瑩的声音听起来 好像是大学小女生的声音 真的很难跟这个核灾 或者是核灾的解密 联想在一起 可是从法律的观点 蔡律师的确今天有备而来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首先先带大家来从 这个相关规定来做剖析好了 而且是规定是有所根据 有所本的 是不是 对 好 日本核灾 日本的福岛核灾已经满两周年了 许多灾民因为辐射污染的关系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家 而且呢 受难的灾民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黑数 我们不晓得到底有多少人 因为没有办法完全正确统计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雅瑩律师 先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 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台湾 那台湾就核子事故 紧急应变计划区 划设相关的规定 有这样的规定吗 很多朋友根本不晓得 原来有规定 对 好 那全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国家的核子事故 紧急应变法第13条 有要求核子反应器的设施经营者 以台湾来讲就是我们的台电公司 还应该要去划设 紧急应变计划区 而且要定时定期的提出 紧急应变计划区里面的 民众防护措施 那在我们国家的规定的话 是说你要在就是如果核子事故发生的时候 政府已经是就事先预期到说 辐射的剂量在七天内会超过五百 五十至一百毫西弗的话 要采取那个疏散的一个措施 也就是说包含像眼壁 服用点片疏散收容 或者是食物跟饮水的管制 或暂时移居 还有地区的一些管制 那这个所谓的五十到一百毫西弗 我想可能各位听众可能听了都觉得 那是什么东西 那事实上就我们国家来讲的话 通常一年一般人的 一年可以暴露的一个辐射限制 大概是一毫西弗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发生核灾的时候 你所住的地方已经预期说 七天内大概暴露量 就会超过五十到一百毫西弗 也就是说一般一年可以承受的 暴露量的五十到一百倍的 这样一个区域的话 它应该是要做一个紧急 把它划设为一个紧急应变计划区 因为它在核灾发生的时候 是很有可能受到一个很高的污染 那将来没有办法 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再居住的一个地方 好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听蔡律师 这样很快地把这个法条念了一遍 可是其实很多的民众并不晓得 台湾就核子事故 还有紧急应变计划区这样的相关规定 所以万一台湾核灾 我们大部分的民众是可以获得赔偿的吗 就我们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 我们国家就核子损害赔偿 它有定一个上限 就我们的核子损害赔偿法的24条 它的赔偿上限是42亿元 那这个金额其实蛮小 曾经有算过 如果以2300万的民众来相处 大概平均一个人可以得到183块的赔偿 那金额其实是蛮小的 所以当然能不能 法律上虽然有规定赔偿的规定 但是将来能不能拿到赔偿 事实上是会有一些疑问的 不见得可以拿到 一百多块 其实一百多块的赔偿 大概一杯咖啡买不起 或者是顶多一杯咖啡加一块饼干 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其实这个赔偿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那其实现在反核的声浪在台湾 可以说是全民运动 所以很多 这个这一波反核的声浪 最主要是因为福岛的核灾 福岛核灾的时候 日本政府强制撤离核电厂半径20公里的居民 建议20到30公里的居民在居家就地避难 那以美国政府来说是建议80公里的侨民撤离日本 那台湾呢 台湾目前核电厂的紧急应变计划 刚刚这个蔡律师也有提到 这个紧急应变计划划设的范围是怎么样 那就法律的观点来说是否合理呢 我们国家过去政府还是用反应炉的半径5公里 来划设那个紧急应变计划区 那在福岛核灾 那当时是以那个每一座反应炉 他发生一单一反应炉发生意外的状况去做分析 那在福岛核灾后大家都知道 福岛核灾是同时有四座反应 就是四个反应炉机组有出问状况 那所以后来政府才在福岛核灾之后 改成用两座反应炉同时出状况的情形来分析 因此就合一厂到合三厂这三个电厂 他是把应变计划区是放宽到八公里 可是我们现在大家争议非常大的合四厂 因为他还在新建中 所以政府还是维持五公里 没有去放宽 那这个部分他把虽然放宽到八公里 但是就我们民间的观点 我们还是认为是有所不足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福岛电厂 他当时发生核灾的其中一个机组 就是福岛的四号机 他当时正在大修 就是他所有的反应炉里面没有核燃料 他发生爆 就是说发生轻爆的地方 是他的用过燃料池 他的用过燃料池有1331素燃料棒 那我们国家的核一厂跟核二厂 都和福岛电厂一样 我们都是把用过燃料棒 放在燃料池里面去存放 那就我所查到了资料 我们的核电厂里面 这四个用过燃料池 其实有两座是放了2800多数 一座是3800多数 一座是4000多数 几乎可以说是 每一个用过燃料池的存量 都是福岛四号机的两到三倍多 那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其实蛮危险 而且我们政府就核灾的时候 并没有去考量到日本 已经有类似的状况 他只考量反应炉都出状况的情形 没有考量到反应炉 跟用过燃料池都出状况 那我们是很担心说 这样一个紧急应变区 会不会划设的范围不够 将来如果出现事情的状况的时候 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做一些应变 而且供僚这么小 五公里可能 这个还应该是不够的 对 我认为应该是不够的 所以如果画宽一点 大概整个大台北都要沦陷了 因为我没有实际的去计算 但是我想看到日本撤离 就是他们有撤离到30公里 我会很担心说那我们应变区画的比人家小 那些该有的准备会不会不够 是的 而且台湾的人口密度比日本还要高 没错 就是说我们要撤离几百万人 我觉得这是很困难 就算以政府它画一个比较小的范围 真的能够撤离这么多人 我们也是蛮担心的 而且要撤去哪里 撤去阿里山吗 就我所知道的资料 可能撤到阿里山也不够 因为我之前读过一份资料 他是在讲车诺比核灾的时候 他说污染的面积是16万平方公里 那我们有念过地理都知道 台澎基马的总面积只有36000平方公里 这样表示说人家核灾污染的面积 是我们台湾的总面积的四倍多 那我想撤到阿里山可能也没有用 大概只有能够移民到别 撤到太平洋 可能要移民到别的国家才有机会 所以真的是蛮担心 希望全国同胞都要一起来关心 是 这就是像这个少年派一样 那条小船太小了 这个是逃无所逃啊 你再逃就是太平洋了 对 太平洋也会流满辐色废水 好 而且它不只是一头老虎而已 它是一头这个 比人家还要凶猛两倍的老虎 以核四现在的状况来说 那么刚刚这个亚寅律师有提到说 一杯咖啡的赔偿 这一杯咖啡的赔偿有淡输吗 那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辅导核灾听说是要赔到3.24兆日元 大概是台币3.08兆台币嘛 对不对 那如果台湾比照台湾的话 台电公司应该要赔多少 赔偿的淡输有哪些条件有哪些 好 像日本来讲的话 日本的法律就核灾的损害赔偿 并没有设定一个上限 就是说你制造了多少损害 你就要赔偿到多少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般民事的 一个法律的原则 制造损害人要填补别人的损害 那但是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的核子损害赔偿法24条 它是规定说最高 就是说赔偿的最高限额是到42亿元 那这个钱真的是蛮少 除了刚刚讲了说平均一个人183元之外 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 以核四现在说要追加 有说400多 有说500多亿的这样一个预算 它几乎可以说是 核四单次预算追加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我们真的觉得蛮不合理的 那我们赔偿请求的几个限制 一个是说如果超过上限的话 它就不赔了 那第二个是说我们要请求赔偿的话 通常是我们要有能力去证明损害 可是在以核灾来讲 我们会常常看到的是说 它的损害证明非常的困难 以日本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福岛核灾的案例 福岛核灾如果是住在20公里以内的 它是被政府强迫离开的 通常比较容易证明它的损害 可是如果说你不是住20公里 刚好住21公里 其实你呼吸的空气 你喝的水可能都有污染 那你也会有担心 你也会关心自己的健康 小朋友的健康 你也会想要撤离 可是这样超过20公里的居民 据说他们在日本 想要求偿的时候 在举证上可能就会蛮困难的 因为政府可能不承认说 是你自己要搬的 也没有人叫你搬 那你怎么能够证明 你搬家跟我有关系 但是对受害人而言 如果不是有污染 它何必要搬家 那还有一种状况是说 因为辐射污染 不见得会立刻死亡 很多的状况下 反而是会比较久以后 才会发生疾病 那就我所读到的资料 曾经有学者做过研究 就是说以甲状腺癌的话 它的发病的高峰期 是在辐射铺路后的 大概7到10年 那是它的发病高峰期 那么肺癌跟乳癌 是10到20年 那大肠癌是15年以上 那胃癌是15年到30年 那多发性骨髓癌的话 是23年到30年 甚至有更久的一些案例 但这指的是高峰期 也许有的人 它暴露了比较高 或是一些状况 它可能会更早发病 那以辐射暴露跟癌症 这样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你要去证明它损害 如果说它隔了比较久才发病 那有可能很难去证明损害 而且我觉得更糟糕的是 我们国家的 核子事故损害赔偿法28条 它也有设一个 比较短的一个请求期限 它是说核子损害 损害的赔偿请求权 自有损害及付赔偿义务的 核子设置经理者时期 三年内不行使就要消灭 那自何止事故发生时期 十年内异通 也就是说你发生 发现自己受到损害 三年或十年内不请求 可能就没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可以想想看 它疾病可能是超过 十年以后才发病 或者是说受害者 它可能是生出来以后 才慢慢才生病 那这样的状况 如果说用条文 单纯从条文来看 没有透过一些其他解释 事实上很可能是拿不到赔偿 那我们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公益 因为制造那么大的伤害 可是有可能受害人 不见得拿得到赔偿 我们觉得这很不合理 是的 而且条文是死的 但是生命是活的 没错 生命会延续 可是条文只在当下 它只认发生的当下 当下之后生命还在延续 你还会生孩子 孩子还会生孙子 那孩子孙子 你后两代后三代 世世代代的 这个基因的损害 那都没办法赔了 对不对 听起来真的是 这个霍言三代五代 都还未可预知 可是其实法律 毕竟是白纸黑字 那法律为什么要就 核子损害制度 来定这个赔偿总额的上限呢 我们会觉得 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个盖一座核电厂 核四现在已经到三千多亿了 那赔偿为什么要定一个上限 那追加就没有上限 这也是我们 真的很不服气的地方 你工程款这样子两千七百多亿 或甚至还想追加到三千多亿 都很舍得花 可是制造损害就非常的小气 法律最高只赔四十二亿 我们真的也觉得很不服气 那就我所了解到的一个理由 就是 其实这是为了要特别保护 核设施的经营者 因为我们都知道 核灾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万一发生灾难的时候 它的那个污染面积很大 那它影响的范围也是非常广 如果真的要叫核设施的经营者 比方说我们的台电公司 救核灾的责任 负起完全的责任的话 事实上它的那个风险是非常高 甚至有可能导致说 它算一算觉得核电好贵 根本就不划算 因为你可能要去投保 你要提存一些准备金 或者说将来真的发生事故 这间公司大概也就再见了 那所以法律 我们的政府特别想要扶植核能产业的时候 它就定一个法律来保障它 让它说赔偿有一个上限 超过了就可以不用赔 但我们真的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它所省下来的成本 它可以宣称说 它核电很便宜的理由 居然是把它的风险 通通转嫁给我们受害者自己负担 这是我们自己觉得 就我们觉得蛮不能接受的一个状况 而且一百多块钱不到新台币200块 连救生圈都买不起 没错 就像跳到太平洋逃命 来自己的救生圈都买不起了 好 更何况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你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劝家人大概就只能等着被核灾辐射给淹没 而且淹没的这个影响 恐怕是世世代代会一直残毒流土地 那像福岛核灾 因为是地震海啸所引起的 所以呢 核子设施的经营者 刚刚这个蔡律师也提到说 这个政府好像故意要扶植 或者是要保护他们 这对这个核能产业一开始 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当全民已经开始惶恐 或者是全民已经开始担忧的时候 是不是核子设施的经营者也需要负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呢 在修法之前可能那些保护他的法律都还是存在 而且就我所知 曾经有学者是希望说把那个赔偿的上限拿掉 那据说经济部啊 台电视上是很不同意的 所以之前政府所提出来的修正草案 也只说要把赔偿上限提高到150亿元 而没有说要变成无上限 那我们觉得150亿还是不够赔啊 150亿也就是一杯咖啡 可以多喝 一个三明治 在一个救生圈 对啊 那我们真的觉得很不合理 好 所以呢 只是离这个老虎稍微远一点 可是他马上跳下来 他又咬到你了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不符合逃难的成本 而且其实台湾这么小也没有地方可以逃 那接下来我想就这个损害赔偿责任的部分 有没有我们民众更应该知道的相关衍生的 譬如说就核子反应器设施的安全设施准则啊 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专业的部分 或者是规定的部分 那用来保护自己 或者是知道说我们要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可以就哪些条文上面去争取呢 好 就是我们的核子损害赔偿法第18条 他事实上但书是说 核子事故如果直接由于国际武装冲突 敌对行为内乱或重大天然灾害所致的话 他是不赔的 那其实这点我对于重大天然灾害不赔 是觉得很不合理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是一个经常有地震 然后我们又有火山 然后历史上有海啸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有读过 就是说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规定 是核子反应器设施安全设计准则 他的第四条有讲到说 说那个结构系统跟组件的设计 要确保能够在地震、台风、洪水及海啸等 天然灾害下能够执行其安全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两个条文 好像有点相互有点矛盾 就是说一个是说 你要在你这个核电厂 你要在台风、地震、那些洪水 这种天灾的状况下 你还是要可以安全的执行 可是他的损害赔偿法又说 重大天然灾害的造成的话就不赔 那如果将来诉讼的话 如果是发生像类似福岛那样的状况 因为一个海啸所产生的核灾 那我想台电公司很可能去主张核子损害赔偿法 说保障他 说这是天然灾害我不赔你 完全不赔你 就自认倒霉 可是如果是我们民众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去主张 核子反应器设施安全设计准则的第四条 就是说你有义务 你要设计一个可以抵挡海啸 可以抵挡地震 但我们是对于我们的核电厂 能不能抵挡地震是蛮担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核一厂耐震度只有0.3G 那核二厂核三厂核四厂只有0.4G 那日本的福岛电厂耐震度是0.6G 比我们高很多 可是他们还是在核灾之中发生事故 就是说在一个天灾之中发生事故 那我们非常的担心 我们台湾的核电厂到底耐不耐震 而且就我所知 目前原能会已经在要求核一厂 还有核二厂 必须就他不足的耐震去做补枪 可是非常荒谬的是 原能会要求核一厂在105年之前改善 可是如果照法律来讲的话 核电厂的使用值到大概40年 那核一厂本来还有两座反应 一座应该在107年 一座在108年就要除补 也就是我们花了好几百亿 去改善它的不足的耐震度 可是改善完以后 只能再用两年到三年 我们真的觉得是浪费公堂 应该要早点提前除补 才能真正保护大家的安全 好 听起来核电厂真的是一个昂贵 但是万一出了事情 就是两手一摊 你的除外责任是很 你的除外条款好多 这个也可以不赔 那个也可以不赔 可是好好的核电厂 最容易发生事故的时候 就是天然灾害 没错 这也是我们最担心 而且就我自己的观点 台湾有那么多天灾 是可以预见 你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天灾 还硬要弄一个核电厂 我觉得那已经是有顾力过 对 不然你就是要照法律来 你要把它做到天灾中 不会出事 所以可是这点 我相信将来如果不幸发生核灾 一定是双方攻防的焦点 是 我想大部分的台湾民众都不晓得 原来我们还有这个法律条款 是保护民众的 可是其实这些条文 在在对民众的权益来说 都是处在一个弱势的状态 对不对 我有那种感觉 因为我想他那些法律在制定的时候 像台电源能会可能很积极的去参与 可是民众可能都当时可能也没有那么有意识 说这些法律可能将来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当我们 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日本的这样一个遭遇的时候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更关心核安对自己的影响 还有包括相关法律对我们权利的影响 因为核能毕竟是一个专业 而且是一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专业 而且是一个层层强强巩固起来的高不可攀的专业 所以很多的民众不晓得如何去主张自己的权益 现在反核的声浪这么多 其实让我们更加了解法律有哪些规定 对于反核或者是永和 不管到底要不要废核四 其实都是民众应该要认知的关键点 是不是 没错 那最后当然是要谈到说 原来是有条文是可以主张要请求赔偿的 可是万一发生核子事故 那请求损害赔偿的时效有多久呢 那有什么条件我们才可以去请求损害赔偿呢 好 就我们国家的核子事故损害赔偿法第28条 它就请求了时效一个是 只有损害及付赔偿义务的核子设施 经营则起三年内不请求就是时效就消灭 那另外一个是自何止事故发生之时起 与御时年者一同 也就是说在三年到十年 就是三年的短到十年之间 你没有去请求那权利就是消失 那我觉得这个规定在我们看来是蛮不合理的 因为刚刚有讲过 就辐射污染它其实那个到 从被曝到整整发病 它的那个时间有时候可以拉到 到十年十五年或三十年以上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却定一个很短的一个时效 像我们认为是蛮不合理的 根本就是主张此地无因三百两 就是要避开那个责任 对 不过它赔偿上限只有四十二亿元 等到发病的时候 很可能所有的钱都已经赔光了 没有在更多的钱可以赔 就算要赔 就赔一杯咖啡价格三瓶制 你就算买救生却也买不起 好了 平均起来一个人不到两 新台币两百块 而且上限是四十二亿 这个是目前还没有修法的状态 就算修法了也就一百多亿 目前提出来的草案 我是很希望立委要有良心 应该要学日本 没有上限 日本人的赔偿没有上限 所以他们现在 就是光是现在预估 就已经将近折合台币 大概三兆多 那我觉得核灾事实上 可以造成很大的损害 给他一个上限保护 然后让他可以宣称 核电很便宜 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因为那个便宜是转嫁在我们身上 而且辐射是隐形杀手 他的危害期限其实是没有办法预估的 好 三兆大概赔不完 我想是的 而且说着你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家园 然后变一个从一个有家的人 变成一个流离思索的人 我觉得那种损害不是钱可以填补的 而且那也不是任何一个愿意发生的事 而且随着这个洋流 或者是风飘散到别的国家 这个损害赔偿要怎么赔呢 这个有可能是跨国的一个问题 就他那些保护自己的法律 不见得可以用到 这是国际法的部分了 对 那是国际法的问题 有一天我们吃到一条鱼 然后证明它是辐射鱼 那就要上国际法庭去打国际官司 会蛮辛苦 因为你要证明那条鱼是被谁污染的 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车诺比核摘 有日本的福岛核摘 有美国的三里岛核摘 其实核摘已经不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 它在世界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那我认为大家要有警觉 是觉得认知到它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问题 而且它的赔偿其实矩阵困难 而且赔偿的上限 其实提得再高 都没有办法广泛的确切精准的估计 好 听到这里 我想很多的朋友大概心里面 已经稍微有底了 待会我们透过书的阅读 也许透过故事 透过实际的真实案例的阅读 让您能够更加了解 和能带来的灾害 以及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 何灾损害赔偿 责任到底应该如何归属 也许只有老天爷 真正能够担起这个责任 好 待会回来 你知道律师都看什么书吗 让我们来打开法律人的脑袋 一探究竟法律人的思维吧 请听律师案头书 万一在台湾发生核灾 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台湾爆炸 而且台湾现在有四颗超级原子弹 有一颗还是超级超级大原子弹 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样的状况吗 谁可以负起损害赔偿责任呢 我想有再精细的再怎么修计的法律 都没有办法估计谁可以担得起这样的责任 既然担不起我们就绝对不可以让它发生 接下来呢今天受访的蔡雅瑩律师 雅瑩要介绍我们来读两本书对不对 对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要跟大家推荐两本书 一本是车诺比的悲鸣 那另外一本是千止赫的眼泪 车诺比的悲鸣就如同他书名所显示 他是一个访谈的记录 就是他在作者在车诺比核灾之后 他去访谈了许多就是有经历过这一则灾难的一些人 那包含说所谓清理人的遗伤 为什么是访谈清理人的遗伤呢 因为当时许多去救灾的军人或警察消防队员 他们在核灾之后就说都陆续的生病往生 那只能去访问他的家人 然后去了解当时发生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读那本书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每一个人他可能都有深爱他的家人 但却因为一个意外的事故 然后造成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 生离的过程中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 那他访谈了非常多人 也包括一些支持核电的 当初支持核电的一些官员 他们的后来的一些想法 那另外一本书千止赫的眼泪 他是在描述日本的一个东海村的核灵界事故 那他是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小的一个核意外事故 那他当时造成了有三个人比较严重的被曝 然后六百多人是被曝 然后甚至半近十公里的居民有三十一万人 当时是必须要居家掩蔽 那他这本书的主角 他是当时在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 那他活了83天之后就过世 那整本书是很详细的在记录 他从一开始发生的状况 到最后他疾病的慢慢的一些状况 跟他医疗人员 还有他的家人 那整个一路上的行录历程 那非常的写实 这本书在你还可以找到说 日本的NHK6 他们类似他们的公共电视 有拍一个纪录片 非常完整的详细的记录整个核灾 核事故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 所造成的一些影响跟伤害 那非常的 看了非常的 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撼动 就是会觉得蛮惊讶 就是看到他跟他 就是被害者跟他的家人之间那样的感情 还有他从一开始本来好好的一个人 然后后被曝之后慢慢的发病的那个过程 看了非常的难过 那也希望这些悲剧绝对不要在我们台湾发生 因为这些悲剧没有人赔偿得起 对 好 所以法律其实白纸黑字摊在那里 但是法律其实在在的 这些条文都在告诉你 其实赔不起啊 既然赔不起 我们就要下决定 好 决定也许就在你心中 今天我们不为你下任何的决定 因为真正决定的人 是所有的每一个你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受访的法律辅助基金会的辅助律师 蔡雅寅 蔡律师 雅寅谢谢 谢谢天宇 现在都会听走 谢谢 谢谢 本节目是由国立空中大学及财团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法律会全国法律咨询预约专线 02-3322-6666 让法律会来帮助您 很新疽的兔岛 东西 podéis收益 容 咨试 敬 请 图